打从2018全国大选就全军覆没 一席不胜的民政党 如今披着国盟大衣 能不能再重新站起来 党主席刘华斋最近对外宣布 他的豪言壮志 要在来临的六周选举上阵至少 30个州议席 并呼吁选民支持民政壮大国盟 但对手也反过来提醒选民 别忘了民政党那些 是不能说的秘密 民政党主席刘华斋最近提到 来临的州选会派出一支强大的候选人团队 里头都是经验丰富的候选人 并恳请六周选民给力支持 让民政党的候选人动算 让国盟变得强大 不过这番宣布 似乎没有记起多少水花 从国内各大中文媒体的新闻报道来看 除了刘华斋的言论 似乎 好像没有太多后续了 可能民政党真的不是中文媒体的流量密码吧 但火箭那边对于刘华斋要选民支持 来壮大国盟的这番话 其实他们有意见 行动党中委李政贤在面子书贴文提醒 所谓的壮大国盟背后有一个配套的 就是刘华斋没有说出来 这个配套就包括了禁止博彩投注战的应允 禁止演唱会超市不能卖酒和非穆斯林继续被妖魔化 等等十大代价 他说你壮大国盟就是壮大伊党 壮大刘华斋就是壮大哈迪阿旺 他还玩味地说到只有壮到头才会壮大国盟 当然当然好笑是归好笑 对于同样竞争华人票源为主的民众党 这次扬言要上阵30个州一席 真的会有什么作为吗 马来媒体《阳光日报》访问了 公益大学政治分析员马自南教授 他也是极度不看好民众党的表现 甚至还大胆预测 他们还是会继续吃鸡蛋 别说30席到时候一席都引不到 马自南教授解释 那是因为国盟在华社的心里 已经是极端的马来政党了 一党近期又支持马哈迪的马来人宣言 沙文主义这种标签 已经深深的植入飞沐行群体了 再加上火箭跟巫统和马华 已经是团结政府的同一阵线 民政是很难跟他们竞争选票的 你会认同这位马来学者的分析吗 华裔选民真的非要撞到头 才会选择壮大国盟吗 民政党的州选要破旦 有零的突破 恐怕是需要奇迹的吗 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我们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和分享 以及关注热点Hotspot 为你带来更多的政坛大小事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